被人们续养的金毛究竟有多听话 在外面玩了一身脏 回到家里 金毛乖乖排好队 等待主人给自己擦爪子 确认清洁干净 才会去到屋里 这或许就是大户人家的狗狗吧 有着狗街大暖男之称的金毛 无论和谁都能愉快地相处在一起 主人带回来一筐小鸡仔 家里的金毛看到立刻来了兴趣 主人将小鸡仔儿放出 他们一股脑地来到金毛身边 大鸡毛也毫不介意 甚至让他们趴在自己身上玩耍 这场面实在是太暖了 不仅能和鸡仔和睦相处 还能和兔子愉快地打闹在一起 主人买来兔子当作金毛玩伴 没想到两只宠物见面就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都要腻在一起 金毛趴在沙发上 还会把小兔子保护在身后 真不愧是暖男 而在兔子生下宝宝后 金毛的反应更搞笑了 每天都会定时来到这里探望 简直就是把兔宝宝当成了自己孩子 看到金毛这副样子 主人也不忍心阻止了 这场面实在是太逗了